这些草莓和用竹筒花架种的这个生菜上面 竟然长了很多杂草 看样子今天的花园生活 要增加手拔草的这个项目了 说干就干 现在就去拔草 看一下这些都是什么草 这根不知道什么草 这个我知道 这个好像是这个小米 这些鸟放在这些花旁边 就把自己食盒里面的小米 全部给挽住了 等一下正好拔了的草洗洗 就可以给它们吃了 还挺难拔哦 不连根拔起 是不是下次还会长出来 这个草不拔掉太好营养了 这个草不拔掉太好黑了 是不是下来 需要凝当啊 这些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黄色的草莓 这些草莓 可以加 ojos 所以不如在这些河 处理了 我们不是说 我也是 放松 我们再给它 如果这些被独裂 这个种葡萄的这个池子里 也有很多杂草 还有我还种了一些花在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这个池子它比较的大 而现在这个葡萄苗它还比较小 所以呢我种一些这些杂草 可以帮助他们吸收这个水 就不至于积水这样的话 这个葡萄就会长得更好 不过等这个葡萄再长大一点的话 这些东西就要全部给清掉 大家看这个池子里面 种的这个吊篮长得好吗 各自各自长得很旺盛 然后这边是我牵擦的这个牵牛 之前打顶下来的这个嫩枝条 就把它擦在了这个花糖里面 没想到长得这么爆 还有就是每一次这个鸟还没有吃完的这个小米 我都把它倒在这里 谁知道长出这么多小米来 而且有一些的话都结种子咯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长出来的小米够大吧 还有其他都 还有这个 好这种小米够大一样的 好那一样的 好 这种花糖 变成一点 这种花糖 好